雷蒙多在访问菲律宾时也表示 拜登政府将会不惜一切的代价要保护美国人民 包括进一步的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 但他同时强调美国无意与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菲律宾 并于11号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晤 之后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被问及 美国是否有计划进一步限制对华出口先进的半导体 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 雷蒙多强调美国需要确保中国军方不会获得这些技术 雷蒙多同时指出美国不希望与中国经济脱钩 彭博社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存储芯片制造商在内的 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新的制裁 同时向日本 韩国 荷兰 德国等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此外 美国商务部也在考虑将六家中国公司 列入实体清单中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